上世纪香港演艺圈涌现出一大批有言有才的明星,时至今日,他们也依然是传奇般的存在。 比如这十位男神,虽然已迈入花甲之年,但他们在众人中心,宝道未老,风采依旧。 一、梁朝伟,从1995年开始,凭借《重庆森林》、《春光乍蟹》、《花样年华》、《无剑道》和《2046》,在十年里五次封王,创造了香港金像奖影帝的巅峰。 梁朝伟是公认的天赋型演员,年轻时的他眉眼很优越,自带情绪的眼睛更是整张脸上的灵魂。 如今梁朝伟已经60岁了,步入中年后,他的作品减少。 虽然不像刘嘉玲一样到处游走应酬,但是梁朝伟本身也是很喜欢游玩的,只是梁朝伟喜欢的是安静。 比如梁朝伟经常去日本,就是因为在日本很少有人打扰自己,可以让他享受难得的安静。 近期,日本演员七夫木聪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晒出一组照片和一段视频画面。 原来是和梁朝伟一起喝茶,两个人全程英文交流,毫无障碍,时不时地微笑,看来这一次聚会应该是非常的开心。 不过可以看出,尽管梁朝伟两鬓斑白,素颜状态下皱纹明显,但依然气质出众,颇具男人味。 二,林俊贤,林俊贤年轻时曾经有香港第一美男和最帅李世民的称号,演艺事业一度红火,和黎明同框也不输风采。 他的眉目深邃大气,脸型流畅,身材高大,是标准的美男子。 不过林俊贤至不在娱乐圈,在自己迎来事业顶峰时,选择下海经商,想要闯出一片天地,成为人人羡慕的伤海大佬。 只可惜,之后的他因为经营不善,导致破产,让自己人才两失,甚至连自己的小家庭都没有保住。 在林俊贤生活极度落魄时,妻子带着女儿与他离婚,也离开了自己,留下他孤独一人,彻底失去联系。 如今62岁的林俊贤开了自己的网红公司,算是发展不错,还开始活跃于短视频平台,跟大家分享近况。 之前林俊贤在社交平台发出视频,视频中的他满头白发,模样苍老难辨,精神状态大不如前,让人不由地感慨岁月的无情。 之前他开通直播,被网友戏说应该带女儿一起开直播,原来他的女儿正是2022年的香港小姐林玉伟。 3. 汤震夜 汤震夜年轻时是很适合古装的长相,饰演的段宇更加是温润如玉,被称为《无限无虎将》里最帅的。 1985年后,他所主演的作品大多反响平平,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能接演的角色也逐渐有了格局。 64岁高龄还在四处奔波拍戏,并且有时半年就要拍上四部,但都不是什么好资源,可见如今的汤震夜对于钱的需求并不小。 据稿媒爆料,汤震夜一共有六个孩子要养,加上自己和妻子的日常支出,一年竟要花费近500万,如果真是如此高的消费,也难怪汤震夜一把年纪还这么努力赚钱。 对于如今的汤震夜而言,年轻时的明星光环早已不在,某次采访时,他也表示过,自己可以在街边自由自在地吃小吃,对于这种没有约束的生活,汤震夜很是享受。 四,孙兴,作为出道多年的老牌演员,孙兴的面孔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他出演的《七侠舞异》、《倚天屠龙记》、《春光灿烂猪八戒》等,一直到现在都是经典。 但他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不仅在感情上做了许多不道德的措施,还因为不良习惯被捕,事业毁于一旦。 如今的孙兴彻底淡出了大荧幕,他开了一家民宿赚钱,还时常现身商演捞金。 在闲暇之余,他就久居在乡村小镇,和知己好友喝酒聊天,过着不被打扰的潇洒日子。 之前,孙兴因为两件事情登上热搜,第一件便是与寸头富婆的恋情,第二件则是前往徐州参加富豪的祝寿宴。 虽说早年的错误导致演艺事业停摆,但他却活出了自己的特色,开民宿的同时,也不忘与富婆女友秀恩爱。 因为没有了聚光灯的照耀,孙兴也彻底放飞自我,做最真实的自己。 5.张耀阳 很多人对张耀阳的印象来自古惑仔的乌鸦,他演小混混的印象也很深入明星。 但其实张耀阳刚刚出道的时候,出演过不少正派角色,而且还是男主角,颜值和气质也是杠杠的男神级别。 但随着党圈黑帮电影的衰落,张耀阳慢慢淡出娱乐圈,再次回归大家视线的时候,竟然变成了一头白发的白乌鸦。 其实张耀阳才59岁,这个年纪不算很大,但他一头白发,双眼疲倦的模样,看起来却像至少六七十岁的人。 不过他的身材依然健硕挺拔,看起来身体状况应该不错。 6.罗家良 TVB三界市地罗家良当年参演的剧集,收视率创下了TVB的历史新高,比如《创世纪》、《难兄难弟》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悉,罗家良已经长居内地,虽然不时地有作品出街,可是角色都属于客串性质。 看来如今,他拍戏并不在乎戏份的多少,而是重在享受拍摄的过程。 除了拍戏之外,罗家良也曾尝试加入直播带货的大军中,可是销售额并不算理想。 在此基础上,还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吐槽,由此看来,罗家良并不适合这条路,或许本分的演戏才是他最正确的选择。 之前,罗家良罕见地在社交平台晒出新动态,只见短片中的他穿得很清凉,白色T恤搭配牛仔短裤,戴着墨镜和白色的棒球帽,整个人的状态很放松,想必是与家人在度假。 从其言谈中不难看出,罗家良正在大礼度假,对于当地的气候条件,他似乎相当满意,看来是找对了避暑胜地。 7.邵仲恒 前段时间,邵仲恒更新了个人社交账号的动态,曝光了自己的近况,他帮爱护动物组织拍摄了短片,宣传收养流浪动物。 近照中的他,穿着黑色上衣出镜,下身搭配休闲裤,脚蹬运动鞋,打扮休闲。 他抱着一只狗狗,笑得很是温柔,画面有爱。 还记得大时代里的丁孝谢邵仲恒,当年的邵仲恒既帅气又带着几分不羁,令不少少女着迷。 不知不觉,他已经58岁了,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少痕迹。 据传邵仲恒因为不喜欢TVB流水线般的工作模式,早早退出了娱乐圈,可能因为退圈对外形疏于管理。 近年再度复出的邵仲恒,身材和面部发福严重,脸足足大了两圈,五官也因此变得不明显,完全看不出年轻时的帅气模样。 8.魏俊杰 魏俊杰年轻时,在TVB有湿奶杀手的称号,是妥妥的奶油小生,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加上小脸十分精致,浓眉大眼身材挺拔,外形相当出众。 进入TVB没多久后,他便得到电视台的力捧,在一步又一步的电视剧中担任主角。 不知道是否跟经历了和妻子离婚的原因,今年55岁的魏俊杰突然变得发福很多,整个人大了一圈。 脸上的肥肉明显,胖到几乎看不到脖子。 不但发福严重,他的面容看起来也沧桑了不少。 9.刘德华 刘德华是著名的港星,他的电影作品一直都是几代人心中的经典回忆。 虽然已经61岁,但刘德华的状态依然如旧,非常的帅气。 在前段时间拍戏的路透途中,刘德华被拍到在片场一身黑色西装,那里搭配着黑色衬衣,戴着帅气的眼镜,更显得神秘感满满。 他依然腰背挺直,气度不凡,像是30岁的男人一般,散发着魅力。 看刘德华的帅裤装扮,便让网友对这部正在拍摄的电影期待直拉满。 年轻时的刘德华,即使随意收拾头发,身穿干净的衣服,搭配上西装,就能看出他的帅气与魅力。 即使岁月匆匆,但不变的是刘德华的身材与气质。 他身上散发着成熟的魅力,气场更加强大,很能给人安全感。 10.林维晨 出生于1962年的林维晨,今年已经60岁了,但无论是从脸部的容貌,还是身材,甚至是整体的穿着打扮上,丝毫看不出他是已经踏入60岁的人。 最近这几年,林维晨除了在香港拍戏之外,他还频繁受邀现身内地,参演各种商演活动捞金。 林维晨当年在亚洲电视先后出演了《再见燕阳天》、《南海时三郎》等多部热播剧而走红。 凭借精湛的演技、帅气的外表以及儒雅的气质,一跃成为了亚洲电视一哥。 2001年,因为合约问题,林维晨回到TVB,约满后计划在内地开设新媒体公司。 从这之后,林维晨便将心思放在短视频上面,通过众多好友现身为其录制视频,从而积攒了大量的粉丝,随即进行下一步的直播带货。 岁月催人老,以上这十位男神变老的状态不同,不过男神耻目虽然有些遗憾,但自然衰老本来就是自然规律,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